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黑羽 歡迎來到黑羽實測時間 好痛,這都熟了 今天呢,我們要來實測什麼東西呢? 答案是這些 這個是我挑北部比較有名的三家飲料店 沒錯,今天呢,我們就是要來實測珍珠奶茶啦 特別是COCO,武時蘭跟茶湯會 茶湯會我是不確定啦 至少COCO跟武時蘭是比較知名的 然後茶湯會只是純粹離我家比較近 那今天測的部分是 待會呢,我會先把這三杯珍珠奶茶的奶茶給濾掉 然後呢,來算算說 到底是哪一杯珍珠奶茶的珍珠比較多 然後比較划算 而且我還特別挑都是大杯的 各位喝那麼久,難道都不會好奇嗎? 到底哪一種珍珠奶茶的珍珠會比較多 因為有些人會比較愛吃珍珠嘛 今天我們就不管它的奶茶是有多少 我們今天只看它的珍珠量到底有多少 好啦,那馬上進入我們的實測時間 好啦,那我們就先從COCO開始吧 我還特別拿東西要來濾掉它 還有一顆出不來 好啦,那這些則是我們COCO的珍珠數量 喔,其實不少耶 我們就來算算它到底有幾顆唄 我發現珍珠好難算啊 1,2,3,4 喔,算出來了 總共有157顆 哇塞 比我想像中的數目還要龐大多了 COCO的珍珠感覺蠻多的耶 好,下一個換我們的50蘭 50蘭感覺珍珠也超多的 哇靠,我今天這個要算到死耶 到底是哪個觀眾提這種史冊啊 50蘭,珍珠真的頗多的耶 1,2,3,4,5,6 哇,算超久 終於算出來了 50蘭有188顆 哇,吐死我耶 幹,珍珠沒事幹嘛放那麼多 好啦,終於到我們最後一家茶湯會 還好我這次不是買五家飲料店來做比較 不然的話我會算到死 希望茶湯會不要太多 各位,你們看茶湯會的珍珠 各位觀眾,你們等一下先別罵我 我到剛剛倒出來我才發現 原來茶湯會的珍珠是小顆的 比他們的再小一些一些 大概小的1 3分左右 那沒關係,我等一下還是照算 這樣才有心嘛 算出來後可能會出於2 或者是算個大概 我們開始算吧 痛好痛 茶湯會的 總共有450顆 然後它平均2顆大概是1顆大的 所以我會把450除以2 也就是說 茶湯會有 400除以2 茶湯會有225顆耶 我靠茶湯會爆幹多的 我現在奶茶也超多的 一壺了 好,接下來我們就算算看我們的價錢吧 Coco是35元 157顆 平均每顆是0.22元 喔,還算便宜耶 50蘭是50元 188顆 平均每顆是0.26元 比Coco再貴一些些 茶湯會的話則是49元 225顆 平均1顆是0.21元 茶湯會真的 不可考 不可考 各位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 那我們現在要算起來的話 是茶湯會比較便宜 各位觀眾 所以說 如果你們要單吃珍珠的話 就去吃茶湯會的 那如果你們是要喝奶茶的話 那你們可以去喝50蘭 因為50蘭是超級大杯的 所以今天就是由我們的茶湯會獲勝 對不起,這真的是我的錯 我真的不知道茶湯會是小喝的 那嚴格來說 50蘭其實比較大杯啦 因為它真的比較大 大杯 然後珍珠也蠻多的 各位其實三家都可以喝啦 我覺得 三家我都會喝 你們知道最後都要加說 哎呦,我都喜歡喝啦 都很好喝 不然的話 以後廠商看了我影片 可能都不會給我工傷了 好啦,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想要我測什麼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們喜歡此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方按個訂閱 以及喜歡 看在我數茶湯會的珍珠 數得在那麼辛苦的份上 請去按個訂閱好不好 那也別忘記 記得去我粉絲圈按個讚 然後追蹤我個人FB 以及追蹤我的一次的Grid 好啦,各位觀眾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掰掰